先關掉 好 清理卡開Dimension Style Dimension Style 這一個 好 注意囉 他要我們第一步 在模型空間當中 修改目前的標註形式 ISO 25 所以我們到配置 到註解 標註的旁邊這個箭頭按一下 好 他就只有這一個啦 所以不要緊張 直接按修改 他有沒有按修改 他說 第二個 將文字怎麼樣 垂直的位置 你把文字兩個字把它框起來 因為你才知道說要到文字這個標籤 找垂直位置 在這裡 他要我們改什麼 字中 上方按下去選字中 在這裡 好 再來 將標註特徵比例 它在哪裡呢 它在填入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什麼 標註特徵比例的下面 偷偷寫一個填入兩個字 到填入這邊來找 這邊 標註特徵比例這邊 打勾 可注解 打勾 把它打勾 這樣就好 它就是做到這裡 他說設定為可注解 所以這邊要打勾 按確定 按什麼 關閉 還是看不到對不對 不要緊張 繼續往下做 他說請你把註解可見性 跟自動比例 這兩個按鈕把它打開 注意看 就是右下角的這兩個按鈕 它在註解比例的旁邊 這兩個按鈕都要把它打開 讓它燈都要亮就對了 有沒有看到 那個燈要亮起來 這兩個都要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樣才可以 最後 他問你 他說請你把註解比例 設定為多少 1比10 所以按一下 選1比10 在這邊 1比10 喔 看到沒有 數字跑出來了 好 他問你 請問 190.5 190.5 到254.00 這兩個字的插入點距離是多少 來找一下 190.5 是不是這個啊 來我們用查了 DI ENTER 強制所插入點 喔 喔 垂點喔 點一下 到哪邊 254.0 比加 插入點 喔又沒有了 來 強制所插入點 點一下 答案出來了 800.01 看到了嗎 喔 你要Copy或抄起來都可以 齁 來 交給各位 好嗎 可以 好的 好嗎 好的